大家好,我是Stan 在这个假唱对嘴泛滥的时期 男团B2B绝对不假唱 坚决开卖轻唱的理由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有一天,B2B成员们被记者问道 在舞台上坚持开卖的理由 当时成员一腔手回答 我们不会假唱 以前在进行Shriller活动时 我们尝试了一次假唱 但全部都露出马脚了 事情是这样的 2013年,B2B在Shriller活动期间 因为KBS Music Bank公会总罢工 导致B2B不得不进行假唱表演 当时B2B成员们虽然很努力地进行假唱 但因为对嘴失利实在是太唱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不唱歌伸舌头的中间 为了表演忘记对嘴的一名娘 尽全力让嘴巴避开镜头的层观 嘴巴不动的一腔手 舞台结束后 宇生姐在推特上发文 我不会假唱 我从来没有练过 以后也会承诺展现真正的开麦清唱 而一腔手则发文 真的很抱歉 让你们看到了今天的 呃...特殊表演 因为电台的罢工 无可奈何地进行了假唱 但大失败之后 再也不对嘴的B2B 看那天的完整影片的话 成员们拼命躲避镜头 并用麦克风遮住嘴巴的样子 真的太好笑笑到流泪了 好羡慕当天在现场的观众们 竟然能看到对嘴的B2B 对不擅长假唱感到自豪 B2B太棒了 总结一下就是 B2B不是不假唱 而是不会假唱 刚才最后两句我是对嘴的 大家发现到了吗 我是不 conven外 我们下次见 我觉得我们下来 儿子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